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梁瑋柱 然後我也是畢業於大興國小 然後目前在大興國小擔任教練 從101年然後到現在 體育署有一個六年的足球建設工程的計畫 然後就是那時候轉任成現在的專任足球教練 到現在 這是計畫性的專案 所以他剛好是在今年的年底就結束了 那目前明年的動向跟校文 現在目前還沒有收到體育署的來文 所以目前是一個比較 無法很確認說明年 我的職位的薪水的來源是從哪裡來這樣 壓迫的距離太遠 怎樣才是一個好的距離 一個人 一個人 一隻手的距離 對啊 你看你們都知道 那為什麼比賽的時候常常會弄近這一隻手的距離 然後都會離隊伍很遠 為什麼 你為什麼會想要離他很遠 可能你是不是怕你被過 對 對 對啊 所以你想要跟他踩一個很安全的距離 可是安全的距離如果踩太遠 對方需要過你嗎 不要 他都可以傳球 他也可以起球 所以 要過的距離太遠 我們要先去想什麼是好的距離 OK 對 難怪都是臭嫩身 我是林思儀 然後現在 目前就讀輝文高中 哥哥也是足球隊的 然後 體育課也會接觸足球 然後 一開始就覺得很好玩 然後 到了三年級 就開始加入校隊 8 9 都不算了 快 大天屬嫩身的隊 是我的24小時的生活 因為我們的上班時間 雖然是寫8點 比方說8點到5點 8點到4點 或者7點到5點 但是其實這個只是 一個時間的 制定時間 比如說這個時間 我就是該在學校 但是有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事情 是你沒辦法 你可能不是在學校可以處理的 就是可能下了班 然後有著家長 會問你一些事情 那我也是要聯繫 聯絡 然後去回答家長問題 然後有時候甚至回來 比如說今天比完賽 比如說今天我們去比賽完 我馬上有影片 那晚上我就是要看影片 做影片分析 做影片剪輯 然後可能 當天晚上或者是隔天早上 我就是要跟學手講 就是要立馬給他們看 然後一起討論 然後比完之後 再針對這些缺失 我們再做制定 比如說下個月的訓練的時候 我們要修正哪些事情 所以其實是很有挑戰性的 總之一到瓶頸 總之一到瓶頸 那就是有時候會去翻閱一下 以前上過的一些教案 然後再去做一些更改 就是我們每一次的訓練裡面 我們就是要去做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做一個射門的 然後我們的熱身 這是一個 譬如說滋面這是一個射門的教 我下午要做 下午 我下午要做射門 那我們就是會在教練 可能會早上的時候 會做一個這樣的教案 射門的訓練 外面UP熱身 好TR1 要做什麼樣 乞隊級 然後加手門員 然後TR2 要做什麼樣的訓練 然後最後的game 那在這裡面的話 有一些關鍵的一些順序 跟關鍵制 就是我們要注重的 執教的重點 我們也會把它寫在上面 右腳內側 左腳內側 右腳外側 左腳外側 然後是這樣做完 就可以 球就在你的腳裡面 右腳內側 左腳內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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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肯定是俱樂部 是從苗栗 特別從苗栗過來 過我們游泳賽 那我們一定是要拿出 好的態度 跟人家比賽 你上去不要隨便 OK嗎 那失誤 有失誤 或成功 那都是很正常的 那只是看成功 成功的次數比較多 還是失誤的次數比較多 這個如果被帶開更好嘛 就開掉了 然後那個沒有射鏡 哈囉沒有射鏡 女神宇 沒有射鏡沒有關係 但是你的態度 哈囉 就是沒有射鏡 再來就好 別人就好像無所謂 好不好 這習慣要改一下 還上去了 兩邊 我們 我們 沒關係再來 把它做好 沒有關係 拿開 先給 拿開 我沒有收你 那邊 你拿到一球 不要 不要 我 有 我沒有收你 我沒有收你 打開 打開 你拿去 打開 快點 不要出獎 再來 你要出腳 跟我同個年級就是很少有女生踢球 就是幾乎只有我一個人 一開始跟男生踢球的時候會輸 其實男生不太敢撞女生 就是很大的壓力然後一直撞對方 然後才可以互相成長 三秒 對 走 讓開分小心 直線 空好 空好 對 二打一 他事情比較特別是因為他是在 剛好在跟他國小的學校 所學的這個項目是 剛好是一路相賣嘛 所以他算是足球的 在這個道路上 他算是走得比較完整的 然後他也是在 現在的國家U17的成員裡面 我們也是希望他 如果有一天 就是如果可以成為 國家隊的成員 這倒是我們隊的期盼 當下就滿驚訝 然後也很開心可以就是入選 然後也可以代表台灣足球比賽 希望很多女生都可以加入足球隊 讓台灣的民族越來越強大 讓台灣的民族越來越強大 他們今天醒無雖然輸了 但其實也是收穫滿滿 再來看一下林思穎 在第59分鐘的這個進球 其實很簡單 透過三個人的這個小組的配合 很快速的給到林思穎 在這個將近18分 未來的話就是 可以去踢木板連賽 然後再來到成人隊 謝謝他從國小到高中 就是一直鼓勵我 然後照顧我跟支持我 然後希望以後可以成為他的驕傲 今天特別感謝那個思穎學姊 特別請回來協助我們訓練 那我們等一下 來那個誰 冠宇跟韓生謝謝學姊 對 大家一起囉 敬禮 謝謝學姊 很開心今天可以回來 跟你們一起踢球 然後之後比賽要加油 然後謝謝大家 剛剛的比賽非常的激烈 剛剛沒看過男生踢這麼好過 比賽的時候都踢不進 跟學姊比賽都 這種奇妙的球都踢得進 就是 剛好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們收到那個 教育部指示署公文 就是我們明年113的這個 我這個計劃性的教練 就是延續 然後就是可以繼續申請 所以我們會在8月底前 把這些申請書跟申請表 再把它提交出去 那如果順利的話 就是明年還是一樣會在學校 做專門教練這個部分 對 你最好有認真 對 我們在學校 然後就是 我可以 我們在學校